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evin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实现过几个简单的个体行为 相信大家对AI对象的行为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 这节课我们将要实现一个相对复杂的智能行为 叫做随机徘徊 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让游戏中的智能对象 在游戏环境中随机移动 最常见的就是怪物巡逻 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在场景中随机的放置目标位置 然后用AI对象的靠近行为 让AI对象朝目标位置移动 但是当目标位置放在了AI对象的后面时 对象就会突然掉头 这样看上去很不真实 所以我们需要用随机徘徊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随机徘徊的效果 来打开这个项目 然后运行起来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在编辑界面中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几个怪物在向前移动一段距离之后 它们就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移来移去 就像这个怪物一样 它在这里这个范围内不断的变换自己的方向 然后不断的移动 这样的行为就是随机徘徊行为 当然那个这个怪物的范围我们设定的很小 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感觉就像它在原地不断的转圈 但是像这个怪物这样范围设的很大的时候 它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方向 然后向目标位置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随机徘徊行为 它的实现方式是在对象的前面画一个圈 将目标位置限制在圈内 然后控制AI对象移向目标 之后的每一帧给目标一个小的随机位移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目标会沿着圆圈移来移去 这样AI对象就不会突然改变线路 只会做很小的角度调整 现在我们就来编写随机徘徊行为的具体实现代码 还是打开我们上次编写代码的那个项目 在里面创建一个CS文件 我们给它取名叫wonder 徘徊 然后打开 改变它的继承类 继承我们写的AI Behaviour 这里我们先来设置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徘徊的半径 也就是我们限定目标徘徊的区域 给它一个初始值 第二个参数是目标对象与圆圈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目标对象与徘徊范围的距离 接下来这个参数很重要 这是每秒加到目标的位移的最大值 这个值的不同会直接关系到AI对象徘徊的曲线 现在这样说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 等一下代码写完后 在设置这几个参数的时候 大家多尝试一些数值 去观察每一个值的不同 会让AI对象走出什么样的徘徊路线 这样大家就清楚这几个参数的作用了 下面还有两个目标参数 第一个是初始目标 接着是徘徊目标 然后我们还是初始积类的参数 再给初始目标一个位置 将初始目标指定在徘徊的圆圈内 我们给它一个较小的值 我们给它一个较小的值 接下来还是去重写空置力的返回方法 这里我们获取一个较小的随机位置 因为较小的 所以我们这里要取很小的值 我们用rand.venu 来取一个0到1的辅点数 然后再减掉0.5 这样值就很小了 再乘以我们每秒加到目标位置的最大值 然后我们将这个参数复制一下 获取一个新的位置 这个新的位置有可能不在圆圈上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新的目标位置 重新投影到徘徊的圆圈上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 将向量标准化再乘以徘徊的半径 将计算得到的目标位置转换为世界坐标 再计算预期速度 再计算预期速度 最后返回控制力 好了 这里的随机徘徊行为的代码就写完了 我们还是去看一下这个代码写的有没有问题 关掉编辑器 打开Unity编辑器 这里有四个怪物 我们先将它们的参数调整一下 我们将目标到徘徊范围的距离设为0 将徘徊的半径设为0.5 然后将每秒加到目标位移的最大值设为0.5 我们来看一下参数这样设置会对AI对象的徘徊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看清楚 我们到编辑界面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的徘徊范围非常的近 而且转向的时候非常快 是不是感觉就像它们在原地转圈 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参数 我们将这四个怪物的徘徊半径设为1 将距离设为0.5 然后降低它每秒施加的力 再来看效果 大家有看到所有的怪物都在向前移动 因为我们有给它设置目标到徘徊范围的距离 所以它们的徘徊范围变得非常的大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们的徘徊区域明显变得很大 不像刚才那样在原地转圈 大家下来可以多做一些尝试 这三个参数用不同的数值来搭配 大家去观察一下 AI对象对这三个参数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的徘徊行为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一个路径跟随行为 我们在玩赛车游戏的时候 游戏中的AI对象总是在预设的道路上快速的前进 然后准确的停在终点 这就是路径行为 这种行为也可以建立一个不断移动的AI对象 使它在指定的路线上不断的巡逻 等待玩家去发现它并出发相应的事件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行为的具体效果 大家来看一下我预设好的这个场景 为了更清楚的看到AI对象的移动路径 我在地图上放了五个球体来代表路径节点 好 我们将项目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四个AI对象在向第一个节点移动 到达节点范围内时 立即将目标调整到下一个节点并向它移动 直到移动到最后一个节点 减速停止 这里我们也可以让它继续移动 只需要将最后一个节点的下面一个节点 指向第一个节点位置 就可以让AI对象在预设的路径中无限移动 直到我们让它停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路径跟随行为 好了 我们还是去编写代码来实现这个行为 先将这个项目停掉 打开我们编写的项目 在这里创建一个文件叫 Follow Path 然后我们来设定这个类的参数 然后我们来设定这个类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很重要 就是我们巡路的节点 我们给它一个list 这个list 就是用来装我们刚才在演示的过程中看到的那几个路径节点 然后减速范围 这个减速范围就是当AI对象移动到最后一个节点的时候 在什么范围开始减速直到停止 然后抵达范围 然后抵达范围 我们先给它设置的层五 这个抵达范围也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寻找下一个路径点 如果目标与当前路径点的距离小于这个值的时候 就认为它已经到达范围 开始寻找下一个路径点 这个参数是当前目标 当前路径点的下标 为了节约计算时间 我们再写一个叫抵达范围平方的参数 一会儿要用 然后我们来初始化这些参数 我们再写一个路径点 然后还是删掉update方法 重写复类的计算方法 第一步还是计算目标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然后忽略掉Y轴 这里我们来生命一个临时变量 后面需要用 叫做返回力 给它一个初始值 这里我们需要分两种情况来处理 第一种是AI对象的目标 已经是最后一个寻路节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它减速并停止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它现在还不是最后一个路径节点 那我们现在先来处理第一种情况 如果当前的路径点下标已经是最后一个 这个时候来判断需不需要减速 如果距离的长度大于减速范围 那就以正常速度移动 将计算得到的利益返回 如果已经在减速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就开始减速 这是当前路径点已经是最后一个节点的算法 接下来我们来写如果不是最后一个节点 如果不是最后一个节点 我们就需要判断对象是否到达当前路径点 如果距离的平方小于 到达距离的平方 那我们就将目标设为下一个路径点 然后计算预期的速度让AI对象继续移动 在各种情况之下 那获得的控制力我们都已经计算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将得到的控制力返回 我们的路径跟随行为已经编写完成了 还是去运行一下代码 看一看效果 我们还是用这个项目来运行 先删掉几个怪物 保留一个 将它的行为脚本换成路径跟随 这里需要初始化路径列表 我们先设定四个路径 然后减速范围我们设成五 到达范围也是五 然后去创建几个路径节点 创建几个球体 调整球体的位置 复制几个出来 现在我随意调整了四个球体的位置 让它形成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路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需要将球体上面的碰撞去掉 如果不去掉的话 请取消掉它的物理效果 不然AI对象无法靠近这个球体 现在场景调整完成 我们运行看一下 怪物有没有按照我们预设的路径移动 我们可以看到 AI对象朝第一个球体移动 由于我们的到达范围设的比较大 所以对象并没有真正的到达路径点位置 就开始向下一个路径点移动了 这个具体范围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路径跟随行为 这节课我们讲了随机徘徊与路径跟随两个行为 希望大家下来多动手去实现一下这些代码 有可能你在听课的时候 对里面的算法参数以及他们的用途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当你跟着我们的课程写过一遍这个代码之后 你就会很清楚它里面的每个参数 每个算法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会对这些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